哈喽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跟大家直播 聊聊天 谢谢 看到了大家的祝福 谢谢 今天就是借这个机会 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然后 讲讲话 谢谢 谢谢 还没吃饭 刚工作完了之后 就过来直播了 还没下班 这个直播完了才算下班 收到了大家的祝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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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问 因为还有28分钟 然后再不问也就 也就过去了 我确实 看不了这个弹幕 因为一直有那些什么 这叫送着东西吗 不是 它是前面有东西挡着 我看不 看不了 我可以静止半个小时 因为我现在看不见弹幕 然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看到了一个 问我五更记多久杀青 还有一个月 可能一个月不到 五更记就杀青了 最近就在 赶杀青的 节奏里 我现在没有弹幕 我看不到 你现在每天晚上 大概几点睡觉 每天晚上几点睡觉 看通告是几点 通告 通告收得早 我就睡得早 主要看第二天几点起 第二天 出工的通告 决定我几点睡觉 那睡得够吗 每天大概几个小时 就我们自问自答了 睡得不够 每天都睡得不够 差不多 三到六个小时吧 应该差不多 那杀青后 准备休息多长时间 看工作情况 再定 休息多长时间吧 这个我也定不了 但是要休息 休息 游泳和滑冰 什么时候学呢 不学了 为什么 没时间 有时间的时候呢 不可能 如果学 想学到什么程度 想学 肯定要学 学经啊 如果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学的话 当然要 游泳要做到 可以 可以 什么 自由泳啊 挖泳啊 蝶泳啊 就那种50米过去换一种泳姿的那种 就怎么游都不累的那种 一定要达到这种程度 才说 我学会游泳了 嗯 要求太高了 是不是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最近喜欢吃什么东西呗 我最近 喜欢吃什么东西 我最近也不能吃什么东西 嗯 我就近一年 可能 嗯 更爱喝咖啡 嗯 更爱吃蛋糕和面包了 不知道为什么 也就可能进入到一个阶段之后 就喜欢那种感觉吧 嗯 但现在也不怎么太能吃 如果吃了的话 就尽可能的多去 把它消耗掉 那样的话 还能 还能吃一些 比如说多吃了一口蛋糕 需要 多吃一口蛋糕 没关系 多吃了一大块蛋糕 你就要想一想 嗯 起码小的 这么大的 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那明天吃完生日蛋糕以后 是不是可以再拿偶遇健身的你啊 不可能 我也不出门 去片场偶遇吧 片场我也不健身 哈哈 路堵的死死的 我替大家问几个问题啊 你的手机里现在有多少自拍库存 啊 我以为你问我有多少电 我还看了看有多少电 多少自拍库存 呃 就就就是到达一定标准上 嗯 也就还剩几张吧 啊 然后选了选了就觉得嗯 一定要呃 让大家也觉得不错的能发的 可能就嗯 没大有了 哈哈 一般什么时候会愿意自拍 呃 什么时候愿意自拍啊 旅游的时候吧 可能只有旅游的时候愿意自拍 因为去了一些没去过的地方 然后就觉得 呃 好不容易来一次这个地方 一定要拍照留念啊 所以只有那样的时候觉得 就能想起自拍这件事啊 平时都想不起来 啊 那这样的自拍也没见你发出来啊 啊 主要我也没去旅游啊 当然也没有 没有自拍啊 啊 四季的变化难道不想拍一拍吗 四季的变化 嗯 没什么好拍的 因为每天都在变化 不是吗 中午很热 晚上就很冷 每天 然后都很脏 嗯 你从什么时候起开始 知冷知热了 什么知冷知热 就比如说冷了要添衣服 热了要脱 保证自己不感冒 不生病 我一直都这样 冷了热了 一直都这样 保护好自己 今年身体怎么样 今年身体怎么样 不怎么咳嗽了 说实话 我现在整个肺和整个嗓子里全是黑色的痰和和脏的灰包括鼻子耳朵里全都是我的隐形眼睛摘下来可能也是灰就因为现场确实太脏了然后都是就是黑烟了或者是沙尘的然后我们要一直在那个在那个里面所以就就就就在那里面了 就是每天都是脸啊到哪就反正全都是黑的嘛 所以就这种情况下只能多吃一些什么木耳啊或者是能离开那个地方就离开那个地方吧 你可以跟大家讲讲你那个洗头发都是黑水的 啊这个还好就每天拍完了回去可能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戏他因为那个现在现场需要那个烟的效果需要那个就战火消烟的那个状态所以每次回去之后呢就隐形眼镜是是有一层灰的然后鼻子是不用一个小时就已经黑了然后脸上也都是黑的那回去洗头呢就是就洗了那个水也是黑的然后耳朵就已经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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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呢那天还有人说那个我以为你耳朵里长了很多黑点结果都是那个灰然后嗓子呢就一直也有弹所以肺也不是特别舒服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卸妆的时候呢一般卸的都不是妆卸的都是黑的啊这个是一个难得的一个经历吧 嗯但无论怎么样我是深刻知道镜头出来是好看的是有那个氛围和气氛有那个感觉的所以就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了嗯那最想挑战什么类型的角色呃我随时做好了接受任何角色的准备因为现在也不是说我们能我们想演什么就能演什么或者想一想想诠释什么就能诠释什么我们只能做到 说现在当下什么什么角色或什么项目最合适那就去尽自己所能随时做好准备的去演绎你接到的这个角色吧就看当下来的角色是什么嗯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今年的生日愿望哎我最近学了学了一招特别好用那天我跟我们团队都是这样说的他们问我如果现在你能许三个愿望 你要许什么愿望我说第一个愿望就是可以让我再许一百个愿望这招是不是很好用就是永远就会有愿望许你让我许几个你让我许一个愿望就说我希望可以再许一百个愿望然后这一百个愿望许到九十几个的时候我说再再可以许一百个愿望这样我就一直有愿望可以许是不是很聪明 零零三三的掌声大家都哪里有没有大家都懵了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大家好谢谢谢谢 好了我把时间还还给我了完了我看不清弹幕我现在又不知道该说啥了静静的等待18分钟 不聪明吗 这个办法不聪明吗当你可以许愿的时候只能许一个或三个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你说我想再许一百个愿望很完美的方法不是吗为什么不聪明 好了你们帮我看单目吧好那我测试一下你聪不聪明啊哎呀别出题一只小猪向前跑前面有一堵墙小猪大家肯定不想听这个因为大家听不见你在问什么肯定的所以他们不知道我在回答什么 那我大点声问哎呀 为什么你问吧所有的职务中什么职务是最老实的什么职务啊大家快猜一猜什么职务是最老实的好请大家留言然后过后工作室会揭晓答案 完美吧你猜啊这是问你的对啊你猜啊你们朋友们家人们让你们猜啊快你们猜了之后在工作室会揭晓答案的如果如果有什么有有有有什么有有什么确实猜对的这个最最快速的那那一位说不定可以获得什么哈哈我也不知道 也完美的躲过了一体 你这周会发自拍吗这周不会这周不会发自拍什么时候会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自拍呢我平时的生活里没有自拍这个事 就是我很难我很难想到要自拍这个事因为我觉得就是就每天工作吧那你肯定要专注于每天的工作吧不可能我拍着拍的戏突然想要去自拍一下或者是工作的过程中突然说哎我去拍张照我还我还做不到就想不到这个事嗯记录吗记录啊现在没什么好记录的主要是每天都干一样的事 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呃去一些新鲜的地方或者是就是能让我想起自拍的这个事吧嗯嗯粉丝都在问你有什么开心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开心的事 嗯嗯嗯最近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在武功记里和非常多好的演员一起一起搭戏然后一起感受一起创作这是我近期不能说近期吧近几个月还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嗯就是接收到很多然后感受到很多学习到很多就特别的开心嗯 嗯嗯嗯嗯嗯哼对 你们能看到弹幕吗 就是很快的 不是我是看不到 因为它有哪些 礼物 那你快告诉大家 不要再刷礼物 当然了不要刷礼物 为什么要刷礼物 有礼物弹幕看不见 有礼物弹幕看不见 能关吗这些东西 关不了什么 今年会参加嗨放派吗 会吗 会 团队跟我点头了说 今年会参加嗨放派 对 对嗨放派 那今年会旅行吗 今年会旅行吗 会团队点头了会旅行 就可能浙江周边一日游 恒店 恒店周边一日游 一年游 一年游 恒店周边一年游 这是游还是工作 好吧明白了 就是路上就是旅游了 就是路上就是旅游了 后员会在问 你那个手账礼物收到了吗 哦 我好像收到了 但我还没有去看 因为在那个好像在旁边的箱子里 直接就拿过来了吗 这是这是后员会吗 后员会做的什么 哎呦 收集的 收集的 啊 后员会收集的 这么多吗 对都是大家一点心意 哇这叫一点心意 我的天哪 哇又是这么富有创意和心意的礼物啊 哇这个哇哇又是一个可以回去慢慢欣赏慢慢看的一个过程 哇哇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天哪 就就就就就就喜欢这种东西 哇 天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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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精致了 特别的 哇 生日蛋糕 我懂了 我懂了 很多东西其实我都很懂 天呐 谢谢你们 这个我会回家好好看 对 你回家看吧 要不你老低头他们看不见你 是吧 是吧 我真的在看 哇 酷 谢谢你们 还想接着看 他们好想知道你会开演唱会吗 我 我会开演唱会吗 以后如果有机会吧 看看 看看 会不会有机会有没有一个合适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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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吧 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个合适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吧 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耶 也是我曾经的梦想 但是要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去执行它 嗯 很多家人想让你为考生送去祝福 特别是今年高考的考生 哇 高考的朋友们 嗯 加油是肯定要说的 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放平心态 因为我觉得嗯 很多事尽力就好 但前提是你一定要尽力 结果不要太在意 你可以放平常心 我知道肯定有的时候会可能会紧张啊 可能会想要去考好 但是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尽力就好 不要留遗憾 去无论是好的结果还是不好的结果 都去选择接受它 嗯 这都是你人生中最大的财富 无论是顺利的 还是不顺利的 嗯 都去珍惜它 加油 嗯 什么时候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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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应该跟跟北京 都没什么 没有什么 去北京的机会 嗯 就是恒店应该就是 就一直待着了吧 我在江浙都待习惯了 都快忘了北京什么样了 有家人问你什么时候能学会吃这耳根 吃这耳根 目前不选择去学会 要吃这耳根 不吃 就现阶段 我真的十分接受不了那个东西 我平时可以的 我平时都是 呃 就是 就是和饭嘛 或者是 家常菜嘛 这也是我最爱吃的东西 但这耳根 我是知道那个 只要对身体好的东西 我可能会都去尽力的去接受 但是这耳根真的暂时受不了 啊 当我以后一定会 到某个阶段的时候 非常爱吃那个东西 但我现在暂时还是 嗯 嗯 接受不了的 嗯 希望能接受他的朋友 可以去多吃他 毕竟他真的对身体很好 但是我现在还 还没到接受的那个 那个阶段 嗯 最后六分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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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想问题 主要大家就是想看看你 想看看我 嗯 想听你自己在那儿说 我自己是说说什么 我自己说 今天 今天特别好 今天是星期一 嗯 昨天星期日 前天周六 对明天就是周二 哇大猴田周三了 特别好 很无聊啊 哈哈 我自己说我能说什么 特别想看大家的弹幕 但我又看不到 嗯 嗯 在剧组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在剧组 嗯 嗯 在剧组 嗯 有趣 嗯 在剧组有很多有趣的事 我想想想能跟你们说什么 嗯 嗯 嗯 最近就是 嗯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嗯 宽哥给我推荐的 跑步听的歌曲 但是我跑步喜欢听 动词大词那种快歌 然后宽哥一开始 给我推荐了一首歌 我满怀期待的点开它 结果它的节奏非常的舒缓 我跑了一分钟就停了 然后我就换歌了 然后我跟宽哥说了之后 宽哥又发给我两个歌单 然后里面都是remix的那种歌 哈哈哈哈 然后宽哥很可爱 每天 跟他拍戏很可爱 然后也 也也也也也经常跟我讲 一些戏该怎么演会更好 然后一直在一直在交流 嗯 看到他就就就就就很开心 嗯 很多演员都我们每天都很就很开心 是我们不是还经常会补那个绿布吗 大家都会因为一些一些戏 然后大家在绿布里拍 然后在绿布里拍 都是一个一个人进去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围成一个圈 就跟那个吃饭排队一样 就是每个人都排好了队 一个一个上 来了之后就是你如果来得完 你就排在最后 然后谁在前面谁先上去拍 然后拍完一个然后排到最后 然后第二个跟上 这一个队都拍完了之后 然后再拍下一个镜头 然后再来一番 然后无限循环 然后所有人就在上面看着 拍的那个人怎么演的 然后大家在下面还会讨论一下 然后别人上去了之后 然后下面这拨人再会讨论一下 都挺好玩的 每天都很开心在这个作品 有没有什么想跟粉丝说的 想跟家人们说的 其实永远都是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健康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幸福开心 因为确实我随着年龄的增长 然后经常也会感受到一些人 在生病或者是遇到一些事情 也真心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注意身体 然后无论再忙或者是在累的事情 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 多留一些精力给他 然后能去检查就去检查 平时按时吃饭或者是 多吃一些碱性的东西 因为你如果嗓子发炎 或者是有什么上火的时候 都是身体里酸性太强 那如果你吃一些碱性的东西 比如说苹果啊什么的 可能会中和一下这个酸碱度 然后对身体还是挺好的 像葡萄啊什么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注意休息 然后能对自己的健康情况 有一个了解和保护吧 希望在有一个不错的身体的条件下 你才能去实现你想做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首先先注意身体 然后平安 幸福快乐 对 嗯 好了 你看最后一分钟了 哎呀 没听我唠叨吧 主要我看不到大家的弹幕 嗯 希望大家可以 嗯 做到我刚刚说的啊 首先要去注意身体 然后再去开心的生活 都跟家人团聚 啊 关心自己的同事 也关心一下自己的家里人 关心一下自己的父母啊 爷爷奶奶啊 啊 姥姥姥爷啊 对 嗯 嗯 希望都可以看到大家在幸福的生活 嗯 啊 今天 时间也到这儿 就希望我们可以 下次再见 嗯 再一个合适的机会再见 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些 可能 这段时间以来可能遇到的一些开心的事情 或者是 嗯 嗯